大家好 我是王健霞 我今年42岁 我是一名声乐老师 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幸福 这是我老公 这是我家宝贝 他今年有5岁了 特别会唱歌 今天我们一家三口 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因为时间比较创促 这次准备的不是很成熟 让我们一起加油 耶 我们有请出短片中的这一家三口 你们好 主持人好 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健霞 今年42岁 是一名声乐老师 有声乐老师 这个是我老公 今年也42岁 这位是我女儿 今年马上快要5岁了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首最好的未来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幸福性了 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 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 别让阳光被好纸上摆白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期待 爱的爱 爱爱放在手心跟过来 爱放在手心跟过来 爱放在手心跟过来 就是最好的未来 我们用爱 太阻挡完美现在 先回去 也回去 大 我老 常常 他的声音更 很晚才 我是三 年纪太大了 我觉得条件不是很好 所以说他其实也一直以来是一个很大的心愿 对对对 终于有了 所以你还有什么心愿呢 其实多年来埋藏在我心里边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心愿 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心愿 你知道吗 我看你感觉不安那样子 待会他说心愿的时候 来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向我多年未曾谋面的一位特殊的朋友说一声谢谢 请回听 多年未曾谋面的一位朋友说声谢谢 突然是我想到了一首老歌 情人还是老的好 我这好像有点不太合时宜 我是不是误会了 误会了 你知道这位朋友的存在吗 知道 知道 小孩在这应该不太合时宜 我们先下去休息一下好不好 朋友 故事 你跟我们讲述一下 在我上大学的二年级 跟着我的声乐老师到了中国医院学院 去听到北京这边的一些唱法 我觉得自己唱的什么也不是 过然开了 对 后来我就按下决心 我一定要来到这里来学习 当年我应该来到北京 就完全很多事情不会处理 租房子在向外 然后东西也丢了 门被撬了 箱子被拿走了 然后我的钱 什么所有的等于是 一下子变得深无分文 去找那个什么河南住经办事处啊 就是有 打电话给家里啊 不行 这个因为我当时来的时候 家里是根本不支持的 自己的选择 我只能是忍忍忍忍 九几年通讯也不方便 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里 从来没有外出过 就是所有的北京 我们同学朋友说去哪去 去许会啊 从来没有参与过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 就有一天我们就一起去食堂去吃饭 莫名其妙 就兜里摸出了一个钱包来 而且里面他有身份证 我就一看就知道 是我一个写对门的一个同学 有钱吗 没有钱 我当时没有想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一种显能的一种 本能上一种感觉 就拿回去 马上跑回去 他特别 你这东西怎么在我兜里 我赶快还给你 你要是我的话 本能感觉别人嫁祸于我 因为里面没钱 我就是想着这个东西 有可能他是很会 着急吧 或者因为身份证这个东西 你还给谁 还给他本人了 还多说他谢谢啊 什么都很客气 也没看里面 没有 没有看 然后他接着以后门就关上 然后我就走了 我还觉得挺高兴 好像自己做一些 的时间 有几年七百块钱很多了 对对对的 那个时候相当于七八千块钱 两三个月的 很大的数目 我当时就完全蒙了 我就一下嘴就说不出话来了 然后他说有人亲眼看见我 你拿钱 我把钱全拿走了 我钱包装 哪有拿了钱包 拿钱拿出来 再把钱包还给你的人呢 当时他这种状况 所有人都相信是我拿了钱 为什么 里面有一个原因 就是当年我丢了那些东西以后 我的生活处于是 在音乐学院里边是 非常贫困的状态 他认为你有动机 所有东西不穿的衣服 不穿的鞋 不穿的任何的东西 甚至他们有些东西 吃不完饭了什么 都可以扶贫对象 当时就这种感觉 你选择了默认吗 他带着他们的同事 我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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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落难 英雄有情 当时我那同学 她是在河南医科大学里边上学 他们俩是同学 她也是一个学生 也就是她拿她的生活费 她一个人的生活费 我们两个人来 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暖男 除了在饮食上补贴你 还做了什么 陪她练生 然后我看我的 在哪呢 你们在河边吗 对 是 哎呀 好美啊 或者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这个水一科大学里边 你要经常去练生 别人会觉得很怪 你有一个听众 对 她在旁边的话 我觉得很踏实 至少我觉得我要练的 声音比较大的时候 我觉得至少还有在旁边 她陪着你走出了阴影之后 这件事情在你心里的阴霾 已经彻底一扫而空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走出阴影 那时候过得非常的艰难 非常的精 就是所有钱就想攒下来 大概都得攒了 有将近两万块钱的时候 她就提出来 我陪你再次去北京 我当时也听着 我拒绝 我就骂她 我你有神经病 因为我当时的反应特别不 多次过做工作 我说咱你想没想过 到那以后 怎么到那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你遇到任何的事情 都有我在 我就觉得我好像是 当时哭了 她就陪着我去了北京 一个奇迹发生 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是 我记得春天的时候 有一天呢 我在家她又回来 就回来特别激动 跟我说 我遇到了 当年说丢钱包的那个同学 当时感觉有人喊我的名字 然后我一看 我就愣在 我说我就往她跟前走 她站了 她没往我跟前走 我走到跟前 她说 现在小姐 她说你还认识我吗 我说 我仔细看看 就是因为我是个近视眼 我走到跟前 我就仔细看她 我说 特别面熟 她说我这一年 我一直在找你 我一直想办法联系 我联系不到你 我愣在那里 我好像身上有个微微在颤抖 她说那个 当年 他们宿舍里又丢东西了 而且这个东西好像比较贵重 当时价值1800块钱 我就报警了 查出来以后 是他们宿舍的一个同学做的 把我的这个事也给带出来了 然后她就看我挺难受 她就给我拉到旁边 她说我请你吃饭 就是买了一瓶啤酒 喝了三杯一个女孩子 我当时看的挺有诚意 我也能感受她特别难受 最主要的是她喊 喊我的 所以我今天来 还有一个真的就是这个心愿 就是我觉得特别感动 如果不是她主动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 那我觉得这个阴影可能要存留在我心里到死了 我是一个自尊心极要强的人 你知道吧 她也好不到哪儿去 所以才会有马路边上 她一口叫出你的名字 因为你已经刻在她的脑海当中了 她深深的愧疚 我们来听听四位嘉宾对你故事的解读 我想劝您呢 别太要强 我们生活中一定会碰到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对吧 那么为什么有人过去 有人过不去 那可能就是有人要求自己好严格 我的名誉 我的社会的评论 不能够有污点 我不能被误解 其实真的没什么 幸福来源于满足感 你要学会抓住生活中这些满足感 抓住生活中这些幸福感 你有这么爱你的老公 就像天使一样来到你的生命中 照亮你的生命 多幸福啊 真心地祝福你 有抓住幸福的能力 祝你真真正正幸福 谢谢老师 谢谢 小姐 你的心愿是想跟误会你的同学说谢谢是吗 对 我觉得其实你最应该和那个同学说没关系 本身就是被人的冤枉了 而你最应该说谢谢的是谁 我妈妈 还有当年那个天下把我拉下来那个好心人 你最应该感谢你的老公 只有他让你从哪跌倒 从哪去面对 是他把你带出了阴蛮 你要多跟他学习啊 从哪跌倒 就一定要从哪爬起来 勇敢面对所有的事情 好吗 所以能不能现在和你的老公说一声 谢谢你 我觉得我应该谢谢 你就别那个 先听我的 看着我 看着 冯国咱俩之间 这些人经历了什么 其实在我内心深处 我是真的爱你 因为是你第二次 他说带我来到了北京 谢谢你 老公 其实呢我们栏目组尝试着用其他的方式去寻找了你的那位朋友 没有找到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但这个东西已经不再重要了 关键是你的阴霾已经驱散开了 对 而他内心也得到了补偿 对 他看见了你 看见了你生活得还不错 其实他也应该感谢你 如果他十几年之后都看见他是那么痛苦的 两个人之间都无法释怀 恰恰是你救了两个女 其实我在这还想说我这些年我去生活得非常幸福 尽管说我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给了我很多的财富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我们要爱护身边爱自己的人 给自己力量的人 以后家里的事 他说了算 来牵着丈夫的手 回家去吧 再见 谢谢老师 祝你们幸福啊 谢谢老师